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GS中的数据类型 那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GS中的数据类型转换 在我们的数据类型转换中一共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隐式转换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的显示转换 在学转换的时候主要是记住转换的规则就可以 那记住了隐式转换的规则到显示转换的时候差不多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隐式转换 首先在做数据类型转换的时候 要搞清楚一种 首先自己不可能向自己来转 只能是其他类型转换成另外一种类型 那现在呢隐式转换 其实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语境 上下文环境自动来帮你做的转换 那到了显示转换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按照你的需求进行一些转换 那接着先看第一种 我们的其他类型转换成布尔类型 在布尔类型中是不是只有两种形式的值啊 一种是真一种是假 那现在我们找出所有假的 其余的都会转换成我们的真 那先看第一个 在测试我们布尔类型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用到之后要学习的流程控制中的一个条件语句 也就是我们的if else语句 在这呢我们要先来用一下 一会呢把这个语句的形式交给大家一下 之后呢我们还会来学 那先来看一下 首先undefended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false 我们可以做一个案例 test3 好 写上一个标题 先来学习一下我们要用到的这个if else的形式 首先碰到if语句 就看一下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会执行exp为true的代码段 否则执行exp为false的代码段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先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个 为啊 生命了一个变量 每副值 它此时的值 undefended 你也可以type 你可以弹出一下 alert一下 type of 得到这个变量的类型 你看是一个undefended 又先学到一个type of 得到变量的类型 好 知道它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个变量放到我们的条件中 a 接着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aa 或者说 这是true 真 否则 else alert一下 假 那此时呢 这个undefended 会转换成我布尔类型的 假 你看到 直行的是一个假 这样的效果 这是第一种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看 第二个规则 我们的not 会转换成false 同理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 vra a等一个not 把它复制成一个not 或者直接来写 也是假 对它重新复制就可以 得到的也是假 not 转换成的也是 false 这个呢 也是false 第三个 在我们的数值型 数值型中 可以看一下 数值型的0 或者0.0 或者说不是一个数字 会转换成false 这是数值型的规则 这是数值型的规则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来写一个 a等于一个0 此时呢 转换成的也是假 同理 a等于0.0 此时 也是一个假 辅点类型的 包括a等于0除以0 它的值此时是一个not not a number 那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你看 也是假 这一点需要注意 包括这一块 a等于0除以0 没问题 这三种情况 都会转换成假 0 0.0和not a number 或者你直接声明一个 a等于一个nan 也可以 你可以检测一下 得到一下a的类型 alert一下type of a 此时是不是 number 假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也可以 包括你alert一下a 它也是一个 not an not a number 假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数值形中 转换成布尔类型假的 有 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 其他时候 还有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长度 如果为0的话 会转换成false 那其他时候 其他的都会转换成 布尔类型的tru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空字符串 再定一个a 这叫一个空字符串 转换成false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type of 得到一下 alert type of a 现在看到是一个string 接着转换成的是一个 假 那现在这叫空字符串 那如果a 字符串中有内容 是一个字符串的0 此时也就要有内容 会转换成 对 真 你看 是一个真 这样的效果 包括a等一个 这也就要有内容 也是一个真 有内容的话 这代表有长度 所以说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 真 这一点需要注意 只有空字符串 会转换成假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 其他类型转换成 布尔类型 假的有 转换成 布尔类型 假的有 接着再往下看 布尔类型我们看完了 再看下一个 其他类型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数字 进行一个运算 就可以看到 其他类型转换成数值型 是什么样 那先看第一个 如果拿一个数值和 undefined 做运算 得到的结果 就是一个not undefined 会转换成我们的not not number 先来测试一下 再写一个 va b等于一个e 接着 document .write 一下 或者我们alert一下吧 还是弹出 alert一下 b加上一个undefined 我们直接来写 得到的结果 你看 是一个not 转换成一个not 数字和我们not 做运算 得到的结果 也是not 但是证明 undefined 转换成 not number not 这是第一点 接着再往下看 或者我们直接把它 付给一个变量 1加上b 此时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之后呢 我们只用改变b的值就可以 再往下看第二个 如果是not 转换成的是一个0 接着来看一下 再对b重新复值 b等一个not 此时得到的结果应该是 1 证明 not 转换成了 0 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 布尔类型的tru 转换成什么了 如果得到的结果是 2的话 证明tru 转换成了1 接着b 如果等于false的话 看一下结果 是一个1 证明false 转换成了0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这几个看完之后 还有 如果说我们的内容 字符串 转换成我们的这个 数值 如果内容为数字的话 就会转成数字 如果不能转换成 我们的纯数字的话 就会转换成一个 not 转换不成我们的数字 你可以看一下 再写一个 字符串 b等于一个 纯字符串的12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 你看 1 加上一个字符串 现在得到的结果 和我们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对 现在得到结果是多少 1 12 在这 加号和字符串 的时候 有一点需要注意 加号在做字符串的时候 有一个相当于 拼接的作用 拼接的作用 那现在我们先不考虑 加号的情况 我们再来写一个 先刨去加号 一会儿再说这种特殊的情况 写一个 vrc等于一个 12 再alert一下 用一个乘法 1乘以c 或者2乘以c 得到的结果 你看 这叫24 证明这样的字符串 转换成的是 12 那接着再往下 c如果等于一个3king 那现在你看得到的结果 n 你看这样的字符串 不能转换成我们的纯数字 所以说得到的结果 它转换成的是一个 nan 对na进行计算 得到的结果 还是not 接着再往下 在字符串 这儿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加号 加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什么呀 得到了一个112 这是哪来的 即使是拼接到了一起 那这个呢 一会儿再说字符串的形式 我们再来说 好 同理呢 我们再来写一个c 等于一个true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多少 看好了 这是字符串形式的true 对得到的结果还是nan 这样的效果 那最简单的 现在来看 有了这种效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把一个 字符串形式的数值 变成一个数值 就可以通过让它乘一个1 这样的形式就可以转换了 先来写一个c等于一个1 或者等于一个33 你可以alert一下 type of c 得到的结果是 string 那现在想把它变成我们的四伏串 只用写上一个type of c 乘以1 就可以实现了 string再往下 A C乘以1 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C等于 C乘以1 再alert一下 type of c 对 就变成了我们的number了 刚才我们直接写的 现在C乘以1之后再负给C 刚才是直接谈的是C 现在是把它你看好了 乘以一个1之后再负给C 此时再得到C的类型 是不是变成了我们的 什么呀 对 变成了我们的数值型 最简单的 想把一个数值型的 字符串形式的数值 变成数值型 就可以让它乘一个1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刚才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几种形式的转换 没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 其他类型 转换成我们的 字符串形 转换成字符串 那最简单的 我们就直接输出就可以了 你看 我们要输出一个 undefended 它会转换成 字符串的 undefended 输出一个 n 会转换成一个n 可以先看一下前两个 这是其他类型 转换成数值型 接着 把它住掉 其他类型 转换成字符串形 可以直接来写 document.write 或者我们在下面来进行测试 解身一个 undefended 看一下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转换成了 字符串的 undefended 同样的 我们再来 输出一个换行 一个no 一个no 转换成的字符串 是一个 转换成的是一个no 在这是不是写错了 no 转换成这样 no 接着再来 试验一下nn 它是转换成 字符串形式的 undefended 这个呢 是转换成 我们的字符串的 no 把它复制一下 写成一个nan 得到的结果 也是nan 那再来写一个数值 直接转换成 数值本身 123 这是数值本身 加一个换行 123本身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辅典数也是一样 接着再看 如果是true 或者是false 会转换成 字符串形式的true 或者是false true 接着 再看一下 false 一个true 一个false 会转换成 字符串形式的true 字符串形式的fals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在数值形式的时候 我们也试验了 如果是 纯数值的话 会转换成 我们的这个数值 如果是none的话 会转换成none 如果是0的话 或者说 0 或者数值 或者是none 会转换成 对应的一个字符串 这样的效果 这个比较简单 接着 其他对象呢 如果存在这个对象 存在这个toStream方法的时候 会转换成 相应的一个值 否则呢 会转换成一个 undefended 那这个呢 我们在学到后面的时候 再来试验就可以 因为还没学到 这个toStream方法 这是其他类型 转换成我们的 字符串形式的一个形式 这是我们的 隐式转换 那这个规则记住之后 到显示转换的时候 是一个一样的 那接着再看一下 刚才有一个特殊的形式 这个加号 这个加号呢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测试了 在学这个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还会学到这个加号 那先来看一下 alert一下 正好刚才说到了 1 你看 加上一个 字符串形式的1 现在得到的结果是11 这一点 是拼接了一个字符串 那接着再往下 你再alert一个 字符串的2 加上一个12 得到的结果 212 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个拼接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加号 但是也有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我们在做运算符的时候 好 这个我们在运算符的时候 再说也行 先知道一下 这个加号 在这儿属于拼接的效果 得到的是一个拼接 接着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在做运算符的时候 再来说 相当于拼接 四伏串 你也可以再写一个1 13 没问题 拼接四伏串的效果 好 这是我们数据类型中的 隐式转换 那有隐式转换之后 你看 我们没有进任何操作 都是根据你的商家文文章 进行的一个转换 那接着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显示转换 在显示转换的时候 规则和它差不多 只不过有几种形式而已 那首先呢 大家先把这个隐式转换 这个规则搞定 接着呢 我们再来学这个显示转换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视频